中山先生生前实之不渝的追求国家统一 今天的民进党当局 他却一心谋睹 中山先生生前实之不渝的追求振兴中华 今天的民进党当局勾结外人出卖民族利益 所以谁是真继承 谁是挂羊头卖狗肉 我想一目了然不需要来争议 我们愿意团结挂大台湾同胞 以中山先生的崇高精神 把他来变成我们反对台独 维护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的民意 从而我们一起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来团结携手 为我们民族的复兴 为国家的完全统一 持续努力 民进党当局推出的所谓中学历史新课纲 充实着大量去中国话 鼓吹台独的内容 荼毒台湾年轻一代 遭到台湾各界的强烈反对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谁也不能剥夺台湾同胞 身为中华儿女 接受中华文化教育 了解民族历史的权利 任何去中华的行径 都无法割裂 两岸的历史连接 和两岸同胞的血脉 联系 更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